让我们一起读圣经,每天一章,伴你成长,这里是CC祷告读经群。 我儿,你若领受我的言语,存迹我的命令,侧耳听智慧,专心求聪明,呼求明哲,扬声求聪明,寻找它,如寻找银子,搜求它,如搜求隐藏的珍宝。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,得以认识神,因为耶和华自人智慧,知识和聪明都由它口而出。 它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,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,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,护必前进人的道。 你也必明白仁义,公平,正直,一切的善道。 智慧必入你心,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,谋略必护卫你,聪明必保守你,要救你脱离恶道,恶道或做恶人的道,脱离说乖谬话的人。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,行走黑暗的道,欢喜作恶,喜爱恶人的乖僻,在他们的道中弯曲,在他们的路上偏僻。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,就是那有嘴滑舌的外女。 她离弃幼年的配偶,忘了神的盟约。 她的家陷入死地,她的路偏向阴间。 凡到她那里去的,不得转回,也得不着生命的路。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,守依人的路。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,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。 唯有恶人必然减除,奸诈的必然拔除。 感谢观看。